马咪泽自然保固区位于整个大熊猫分布的最南端 在保固区周围居住的老百姓 绝大多数是遗族 根据我们的一个初步的调查 每一户每一年 它需要消耗的新材应该在20到30吨左右 由于他们一直使用传统的新材消耗的方式 主要是做饭 煮猪池和烤火 传统的三国庄对新材的使用量非常大 另外 室内的空气污染 对当地百姓的健康极其有害 目前的砍伐方式非常不可持续 已经造成村庄附近的森林严重破坏 因此 大熊猫栖息地正在受到威胁 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 由靠谱公司出资 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南极碳资产 和麻弥泽自然保护区联合实施了结柴灶的项目 我们给1600户农户修建了新的炉灶 结柴灶增加了烟囱和炉壁 这种设计可以使木柴充分燃烧 并有效地将烟气排出室外 实验表明 结柴灶能大大减少做饭的时间和用柴量 进行这种灶的改造以后 使用了新型的结柴灶 每户每年能够节省用柴大概十多吨 三个章的时候 那时候房子都是有全都是求恨 现在有这些经浪灾以后 面子就没得了 就房子给念了 一两个月就干得出吧 就是你一个人看到嘛 一个人的灯可以开 那些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干得出来 现在就要不到一两个月了 十多天就要得了 没有 那这些什么都要得出来 通过剪结柴灶 拉进了这个保护区 周边社区人员的关系问题 对我们的保护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 结柴灶的使用 还可以让每户每年减少十吨左右碳排放 这些是最大的保护是说的 是维持有很多关系的 我们维持有关系的 我们维持有的温暂 我们维持有关系 与SOUTHPOL和WWF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創設計劃 我們必須確保這些人最需要的 這個創設計劃在 Sichuan 是非常好證明的 我們的信心